好,再來就是這個 它很脆耶 等一下,怎麼那麼好吃啊 台南吃貨市場 好啦,那我們今天來到 玉井夜市 那玉井夜市呢,它只有3跟6 它這邊很有名的一間鍋貼呢 就位於 玉井鈴聲店的全家門口 然後它的名字叫做 豪家黃金鍋貼 那這個黃金鍋貼呢,超多人推薦的 那會推薦的原因 大多數來自於它 是每天現包的一間 手工鍋貼,然後人超多的 記得你們來的時候要先去 拿號碼牌好不好,廢話不多說 我們待會拿到的就試吃給大家看 好,Let's go 好,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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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買到了 我先吃原味 先不要加醬 其實原味就蠻好吃的 加點辣 加點辣 吃一下 它的辣醬才很好 就是那種很普通的那種 甜辣醬 好,再來就是這個 很脆耶 甜辣醬怎麼那麼好吃啊 甜辣醬怎麼那麼好吃啊 雖然你看它這樣一顆五塊有沒有 好像很貴,然後小小的 但其實啊 你這個如果對比什麼八方英雞那種 你就覺得還好 我看它吃起來很帥 然後它裡面那個高麗菜餡有沒有 咬起來超級脆口 我要吃快一點 要去排一堆豆乳雞 嗯,好吃 我覺得它的辣醬是缺陷 應該要找那種比較辣一點 很脆耶 但是它的脆喔 不會因為味道要脆 然後加一堆油 還好 喔,好厲害啊 我剛剛都沒看到它加油 所以我在猜它應該是那個 麵粉水裡面是有 真的很好吃 但是我覺得 豬小弟比較好吃 大家有吃過豬小弟 就是因為它還有那個 蒜頭 不是蒜頭 那個 蔥花醬油 真的超好吃的 好了嗎 吃完了 好啦 我覺得這間的品質來說 真的很不錯 那個大哥就有說 他們是自己每天 都在這麵包 跟它一兩點 都在這麵包 現包的 每天現包的 然後當天賣完 就沒有了 所以新鮮事真的看得見 因為我光看那個 好像沒有冷凍到的效果 就是 真的很讚 好啦,最後如果喜歡的影片 既然再訂閱一下分享 不要開小鈴鐺 還有什麼推薦的尖角嗎 在底下留言分享給我好不好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啦 掰掰 喜歡我們的影片 主要介紹部影片 我們節目到來 我們下記了 我們下記了